最近因为未大家升 不死银行一年的定期利率都升到4厘以上 我落转街市 都听到一些司拉在讨论哪间银行正 就好像执到宝那样 银行这类的中心化机构 很长时间都占领着金融活动的主流 即使是Crypto 中心化交易所都是会多人用一点 因为觉得它的offer出来的东西就是最好 但又是不是真的 Athic事件之后情况就不同了 加密币圈出现转向 开始多了人对中心化机构有保留 市场都多了人去比较中心化和去中心化 如果你不是太认识什么是DeFi 这条影片就帮到你了 究竟中心化机构对用户是否真的那么公道 DeFi又是否公道过它 DeFi又是D什么 DeFi是否真的那么安全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每日平的Desmond 这条影片就是我只要知道收集 希望将我的知识和文件解和大家分享 并不构成任何人投资建议 投资涉及风险 大家在买币之前记得早知道收集 和订好知识位 今天也不仅仅大家安慰在一个货币里面 避免做出一时冲动的投资决定 中心化金融就好像传统银行 好像币安这类交易所那样 最大特色就是用户给所有钱去管 而DeFi就大致运作上相反 这些钱就是由用家自己去管理 发展到今天 由没什么机构你 到开始令中心化机构感到威胁 市场龙头都有取态上的分别 摩根拉通就说 开与建未来都是中心化主导 但Sex的币安就说10年后 币安不会再是一家Sex CC更加说币安会大力投资 在DeFi那里 神仙大战在所难免 那我们作为小散户 当然不是说要做预言家 但这次这么高讨论度 我们都不可以当只是花生油 叫娘子出来看外星人就算 因为了解什么是DeFi 对我应该用什么服务是很有关系 当你没听过去中心化金融 如果这一笔不少的钱 闲置了一段时间 当是一百万啦 虽然看着半红宝仔 闻闻闻闻闻 有时都会有少少成就感 但一打开电视 电费又加 车费又加 就连叫个饭都过了几元 那看回自己半宝 10年前就是这样一百万 10年后仍然是一百万 不其然都会想用来投资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 做定期年息四厘 自然就会觉得好像都挺吸引 但你知不知道这类中心化金融 可以用你的钱找到多少钱呢 这几年的正式差 到今年Q3大约都是介乎1到1.5厘 简单来说 即是你放入银行存一百万 银行就大约可以找到一万啦 而当你同期放入银行的利息 就差不多等于零 当然实际情况就会更复杂啦 但Nio都是想给一个大概的概念大家 它是赚一万好像很少那样 如果我告诉你 信用卡未找到的利率大约就是25%呢 是不是觉得四厘的定期 其实即刻不是太高呢 那简法这样大概这样算 它就赚了21万 而你呢就借了四万落袋 而它赚钱的资本就是由你那个而来 同样的道理 买基金回报就会比定期高 但升级的基金经理就可以收到120个月的人工 那相较之下你就赚到一个逗领啦 抵不抵?公不公平? 那当然啦 如果十几年前 个个人都会说一句 那你又有什么高见啦 都没有代替品 你不想玩就买个月饼馆放进去咯 的确别无选择之下 它们就是月饼馆之外最好的选择啦 而这种想法都是很多人根深看股的想法来的 现在都就是2023年 月饼都出到又流芯又冰皮了 金融就当然更加不同 就是DeFi的出现 DeFi去中心化金融 即是建立在blockchain上面的金融体系 特色就是开源、透明、无需授权 和用户可以全权控制它的资产 既然刚刚讲了银行定期的回报 我们就讲一下回报啦 可以看看GMX的GLP那样 它其实都有20至30厘 那当然不是说 各样的东西都是这么高啦 而的确这些高回报 通常都是由很多东西构成 那这样我们后面再讲 这里就先给个概念大家 那其他方面跟银行相比 一般人都不会了解到Banker的思路逻辑 也都没可能看完银行所有动作的名势 更加不用说中央授权 和用户资产控制权这两方面啦 那所以也都很明显 Diva的发展就是对着中心化金融 对用户不公平的缺点来出发 我作为用户要什么都知道 我不要被人抽那么多水 实际的交易场景是怎样的呢 先不理这个技术是怎样运作 最简单的版本就是没有中间人 和银行的交易生态 而所有交易的名势都是公开 哪个都可以把产品放上去 而哪个都可以卖产品 而这个最直观就是不用有人盯着 交易就像一部Fending Machine那样 那那些金融产品怎样来 怎样运作和怎样调整呢 那所以Diva就还有些 好像元策会议的组织 但让一些人进来 一起谈过产品的发展方向 将产品的发展自制化 是不是听起来好像太美好 不会做到呢 那这一切都是利用Blockchain 和上面的智能合约就可以做到了 智能合约简单来说 就是强制执行的合约 和传统的合约不同 传统合约精神是要靠人去履行 你不按照合约去做 就只能够用公权力去惩罚你 但智能合约就是强制按照合约去执行 因为最简单来说 它是一句逻辑条件句 即是If A then B 别走着 换句人话说 即是以火在keyboard上按了A键 Then在word上就会出现了A字 那这类的句式 当我符合交易条件做交易 就一定会得到智能合约的欲求 一是交易成功 一是交易条件不符合 而没有执行到 就只有这两种结果 只要Hankook是写得好 逻辑上是不可能不用交易合约之内的条件 来进行交易 因为它有自动执行的性质 所以理论上就不用人去做中间监管 而智能合约就可以用来推动Dapp Dapp就是去中心法的程式 用来提供各式各样的业务 当中就包括交易市场 例如OpenSea 和金融服务 Uniswap 阿肥等等 因为智能合约 由交易 借贷 保险 期权 预测市场 和支付等等的金融应用 还有旧金融没有的 衍生物交易 和跨链桥 每一项都可以投资机会 而每一项都可以比传统金融更好用 而Defi的透明度 就会更加比传统市场好 好 其实这件事就会令到我们落trade的时候 更加掌握到市场了 例如BDC 很多人都会看MVRV Market Value and Realized Value 这个指标 它就会反映市价和总实现价值的比率 总实现价值就是每一粒流通的BDC 对上一次加月的时候用了多少钱 而一样 正正是需要脸上完全透明才做得到 数据多了准确了 我们落的决定也可以落得更加准确了 首先既然少了中间人 这样曾经必要的中介费 和法律文件相关产生的费用 都可以大大减低 变成零 智能合约透过电脑程式自动执行 就不太需要监管 由于没有了机构的介入 智能合约产品每个都可以用 不会因为你是什么人 什么学历 什么身家 什么国籍 而阻止你用金融产品 因为我不需要相信你是谁 信不信得过 你只要对的条件就可以用到 这就是轻易传取 即使你被人制裁 你都可以用稳定币来出粮 起码就不用全屋放现金 而且即使这么开放 什么人都可以玩到 但反而就更加硬正 就好像519黑天罗大电 或者是FTX破产 那样 DeFi都一样是没事 大部分去中心化借贷平台 都未传出过什么问题 那既然现在相同业务之上 都有分中心化和去中心化 作为用家 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选呢 我们就用银行做中心化金融的例子 首先一个银行家 每日上班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怎样讨好那帮董事 那即使某个业务决定 对客户来说 是100%的客户都不想这样去做 但只要他们没权力 他们就没权出声 即使投入了不新即束 做10年的定期 结构上来说 对end user是极不公道 而我们看回雷曼事件 正正反映到这种结构的问题 客户的资金被他们借出 再将借出的东西 变成信用评价普低的债券产品 然后不停用不同的包装纸去包装 最后就变成迷你债券 那当风险已经高到不能再高的时候 就散开货给客户去买 而客户就不知道货是这么高风险 那这些烂货级的产品 如果客户知道又怎样会想买 不过现实就是 大部分的客户都是蒙在鼓里 最后有产品出事 大家都知道 买家损失惨重 但中生化机构一早已经从中抽水 佣金就已经收到费费 更加最早就可以抽到新保护自己 甚至同样是来自中生化的国家级监管 好像香港那样 最后也借了两个前线的职员 即是大和田一个都没事 两个前线员工就可以搞到曾志偉 和张学友都还埋伏 而Defa就不同 很多东西都是放上去 就算智能合约要变 要update 都要靠通过DAO的治理投票 例如make a DAO 任何有治理代币的人都可以参与这个DAO 无论是技术型和非技术型的议题 一样都是要公开地谈 那为什么因为这件事会有不同呢? 雷曼事件最大的破坏力 就在于买家不清楚这件产品是什么 就买了 同时市场上其他人 都不知道这件产品存在 一直到出事之后 才有人出来说 一眼就看到有问题 但Defa的世界就不同了 如果你要圈到这么大量的钱 就很难做到偷偷摸摸 一只这么大量的产品 一定是要被大众审核 那就一定会在出事之前 被人发现到 迷债背后是极高风险的性质 换句话来说 即使真的有这类大量的高风险产品 出现在币圈 那只要你有稍为do your own research 你就一定可以找到人去评论 就不会相信迷债是低风险 DIP 独家必赚的投资产品 另外既然原本银行业务 真的抽到这么多游泳 当没有了中介和董事会 很多东西都是由社群去谈 那些游泳自然会流回到用者那里 令到Defa协议的APY 比银行定期高的确是不难想像到 那当然高都要有合理的理由去支持 那如果不是就真是scam 正如我前面提过GMX的GLP 那他本身就用交易收入费收入来推动回报 你可以当成这些钱就是中生化业务会收的钱 所以回报高其实都是合理的 另外因为他和上面交易的用户对赌的性质 所以都会有他的风险 不过这些产品和中生化不同的是 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更清晰地看真 不会什么都不清不楚 照料值归落的合同道 Defa除了在管理方面有发展的优势 在安全方面都没有坊间的人所说 那么值得去恐慌 因为你用中生化金融你信的就是人 而Defa就是认空不认人 信任成本在中生化金融才会占那么重 Terry Research的Fanman有一句描述得很好 就是People can lie but the blockchain can't 就脸上绝大部分东西都是公开、透明 每个人的决定都好像被人把脑子放进X-ray 我就当现在DoQuan再次推一个新项目才算 那我们其实都是凭他打出来的曲 去推算他的机制有没有风险 就没有需要你是不是DoQuan有份 即使是Fan推出项目 我们都一样可以看他的曲 没有需要因为一个信字就去落着 去中生化金融的精神就是这样 我不用他相信你 即使你是杀人犯还是恐怖分子 只要你把你的曲放得上链 我就可以看到你有没有出股 就好像SBF那样被人叫做金铜 所以很多人都有信心 将这些钱放入他们的中生化的交易所 但结果是怎样大家都有目共睹 Defi当然不是说到现在就是完美无瑕 它一样是有他的不忠 第一就是使用体验 虽然有不少Defi相关的APP 好用了很多的了 不过要真的普及 每个的APP都真的要好用 这件事的确都是一段距离 而Code始终都有机会写错 智能合约写得不好 都会有漏洞被人去转和Hack 那完全去中生化 都会有智能合约的风险 第二就是用户做错东西按错制 除了哭之外 很多时候都真的没什么可以做到 例如你买错东西 转错钱 人家不给你钱 你就没什么可能可以拿回 第三就是用户的能力要提高 即使网上很多东西都是开完任人去看 但不是个个人都会看 同时金融产品都一样不是三文字 你拆开来看都不是烟肉蛋那么简单 就像当时USC那样 其实有不少人、专家 甚至我都有说过结构来说 它不是一种稳定的东西 而之后发生的事就已经成为了历史了 但其实这三样东西 只要Defi发展下去 更加多人去认识和更加多人去参与 缺点就可以越收越小 即使你现在都没真是很决定到 用不用Defi 但你其实未来都会受益于Defi的发展 因为我们都见到越来越多地方 对国营数位货币 或是crypto式的记账都会有兴趣 科技发展了出来 只要是有益的就不会退步 而我相信Defi就会因为这样 一步一步地去追上传统金融的系统 例如像Garrett所一样 是有真正order book的功能 虽然我们现在都没看到市场 明显地对Defi有狂热级的兴趣 但我相信Defi的威力一定会成为未来的趋向 所以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做一步装备Defi的知识 让大家都会在市场未来佔优 今集我们就说了 中心化机构中间抽的油水有几个不公平 都说了Defi到底是什么 也都说了Defi的安全根据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 大家记得comment like和share 如果你未订阅的就快点订阅 那大家都在我们Telegram群组那里 和大家一起聊聊聊聊聊聊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看到这里 别走 记得like comment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You channel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